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山林狂风如后 浪搜搜 看看地大雨淋了头 望江天电车雷鸣 一阵阵的风圆轴 破金林欲望白江 当鬼州 说啦啦 风遍山川 摇草木 变不出来阵电 玉林秋 白年 白年 太麻烦 开始了 这是谁啊 你别提了 这不过年了吗 想着给着我爸我妈找一个稍微好点的一个 这么出去捋个游玩一下 到了一个那种自由行的非得要跟团 你说这不天麻烦吗 可别跟团啊 跟团好家伙各种陷阱啊 经常被坑 跟团也行 别去那个零团费的就行 这个旅行成了大家过年现在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 当然也说到2016年有人说了 我们一总结叫人在俊河 其实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特别想去的地方 但是大家猜一下 中国国内的景点 这个作为旅游目的地排在前边的会是哪几个地方 四川 四川 北京首都 首都 来看天安门 看公公排 你们说的这都是特别重要的旅游景 但是电视机前观你也猜一下 重庆 重庆 是重庆啊 没想到吧 那我好意外的 没想到 而且重庆是双料冠军 第一个是旅游目的地 国内游最想去的是重庆 第二个 年接待旅游人数最多的 居然也是重庆 你看看没想到 我只能想到 然后是重庆 上海 北京 成都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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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非常有趣 中国去年2016年 就5A级景区 接待人数最多的是哪几个景点 这是才景点啊 景点啊 景点啊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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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再强 故宫嘛 每年故宫咱们都报嘛 对吧 看看照片就知道 就爆满成这样 对啊 一个砖头上占多少人 刚才说的杭州 杭州 西湖把他们提到了 西湖有可能了 西湖有可能了 西湖不但有可能 而且是第一 西湖十一黄金周 接待游客仅400万 名副其实的 No.1 秦淮河福泽庙 中山林 黄果树 玄武湖 明月山 福建的三坊七巷 颐和园 恒电影视城 江西庐山 十一期间 也不适合单独约会啊 国内旅游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都被他们吃掉了呢 刚才咱们四个说的是国内游 对吧 出境游 现在也是咱们国人很大的一个选择 最喜欢出境的目的地呢 我觉得东南亚 东南亚 签证好签 东南亚 好多还能说汉语 新马太 大概应该就是东南亚 欧洲 北美 你说这个是按照签证的难易程度来的 今年有个特别大的变化 今年我们的签证又有好多国家免签了 看一看 你看 又新的这些国家 仅仅16年到现在为止啊 16年开放的 国内的这个出境的人数已经破亿了 每年将近有一亿人出国啊 到港澳台也有几千万 是 中国出境游客2014年已经开始破亿了 2015年出境游人数达1.17亿 境外消费1.5万亿元 2016年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又增长10%左右 出境干什么呢 我媳妇出国 逛吃逛吃逛吃 其实我就没好意思说 哎 他到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到哪去 人家不是先问这个国家 最大景点是什么 最大的 最大的商场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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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然后像我现在买的比较多的 就是母婴用品 奶粉 奶粉 奶瓶奶瓶 满意 对 这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旅游支出最多的国家 哦 经济好了 那中国人出去旅游到哪最舍得花钱 到哪最舍得花钱 到哪最舍得花钱 到哪都舍得花钱 到商店里就舍得花钱 没毛病 迪拜购物中心 新罗典范购物中心 吉隆坡时代广场等被誉为国际十大购物天堂 看完这些的你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呢 今天我们看到说国人出境旅游 最不喜欢的旅游目的地 最不喜欢的 日本韩国 这都是我们 旅游体验不好 我自己亲身经历 我去意大利 维尼斯你也去过 我去过 那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卖那种旅游记忆品的商店 只要你是中国人进去 跟着转一圈都不在搭理你 一部分国人 去了之后呢 先把人东西拿过来 来回摸索 哎呦这都把玩你知道吗 把玩 前轻的这是吧 不买 再去一碗 对 再咔照个项 对 有的现在有很多地方 比如说去博物馆 卢浮宫之类的 他是禁止使用自拍杆 对对对对 他那个杆会有可能会碰到 你没想过我们大多数的人出去旅游啊 看到最多的是什么 各种各样照相机跟手机的镜头 这个还真是 我们通常都是急急忙忙到这儿 啪一拍照 人就回 等回来说公园去哪旅游了 你看我照片 我给你看一下照片 你看一下 对对对 你不是说了吗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对 或者是 下车逛庙 为了旅游而旅游 旅游不是给自己的 给朋友圈别人看的 你看 今天大哥到了卢浮宫了 其实这都是我们旅游当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人出去旅游了 然后走了很远 走了多远 你们知道吗 走多远 去年2016年全部的出国旅游的这些个朋友们加在一起不但创造了财富 走的距离相当于从地球到太阳五千个来回 五千个来回 但是确实也有好的又不好的 谢谢 你看这是前几天在澳大利亚 然后实在是内急 结果被警察摁倒在地 这个旅游的变化非常的多 2015年中国接待的旅游人数超过41亿 你们是打开大门 欢迎大家来 对吧 是这个41亿 旅游总输入超过4万亿 还创了创税 4万亿 哎呦 这个数字很好 就不光咱让他这花钱 别人也来咱这花钱 对啊 这也应该说对咱们的旅游接待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了 对不对 有些时候光咱出去 闲人家这个闲人那个 你做好了没有 比如说咱前一段时间倾倒 卖那大虾 对吧 你不光坑自己人都坑啊 是这个像是同时 你看咱们国家总共是去年的私人进行群拿掉五十多个 五十五个 五十五个摘牌了 所以不行 土上都下下 包括之前很多旅游的朋友说什么西双版纳的那个 版纳去年就有几次被摘牌了 这真的是动了真家伙了 就说明我们从政策的方面 从法律的角度是保护咱们老百姓 所以这种也是一个双向的监督 老百姓的口袋里头呢 有钱了 我愿意走出去看一看 无论您接待外国游客 还是您走出国门 您代表的是中国 所以呢 希望咱们都能够以后 大家一说到咱们中国游客来的话 都要伸出道理 没错 为中国游客点赞 简单 好我们先聊到这 您今年有什么旅游打算呢 也不妨将来有时间跟我们交流 我们先听相声 又到过年的时候了 是是 婴宁月波呢 在这儿给所有的朋友们拜个年 诶 祝您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好 就愿意过年 是啊 过年的时候好啊 有休假 朋友们团聚 还可以出门去游览大好河山 这您可说错了 怎么了 过年呢 都往家走 每逢家节被私亲 对 尤其咱们中国人讲究过年 五月节 八月节 正月节 一到过节都往家来 上外头干嘛去 嘿 您算想错了 传统的思想 过年的时候大家团聚在一起 就是吃啊 对啊 包饺子啊 对吧 五月节讲究包饺子啊 对啊 对啊 八月十五的时候吃元宵啊 八月十五吃种子 我这也不对 日月饼 就是每个节呢 都有自己要吃的东西 是啊 可是啊 您说这是传统思想 有些年轻人 像我们这种时尚年轻人 我们觉得过节的时候吧 平时经常跟父母在一起 那到过节过年呢 有一个很长的很完整的时间 长假 我们干嘛不出去玩会去 在国内在国外都可以游历一番 这不错 但是您出去玩 可千万得讲文明懂礼貌 咱们从这个手机新闻上 也看到一些信息 个别的中国人 实在是给咱们丢人 去到外国就随地的大小便 有 不讲文明现象 什么乱扔果皮纸屑吧 还有什么在这个历史遗迹上刻字吧 这我跟您说啊 这现在都犯法 对了 人家给抓起来了 好不 王月波到此 我呀 王月波 您这写倒好 说了半天我写到此一游 不是 我就说呀 就是有些人有这样的不文明现象 有 您得杜绝 感情 小的时候 我们这青年演员当中就有这么一位 咱别提是谁啊 是是 反正我说您就明白 台上就我们俩人 我说另外一个人 你干脆就说我这话 不讲道理 不讲道德 逛商场 这商场豪华的商场 现代化的服务设施 李小姐都特别年轻漂亮 您好 欢迎您光临 王月波 跨栏卫星 打裤衩子 踏子板踢了头头就过来 都快散了啊 发的事够棒的啊 坏坏 哎呦 什么意思啊 随地吐痰 哎呦 然后卫生监督员过来了 对不起先生 这个 您随地吐痰了 这个是不文明现象 请您接受处罚 罚款五块 罚五块钱 罚五块钱了 打兜里一掏 十块 十块 给 十块钱 十块钱 您稍等 我找您五块 嗨 甭找了 都给你了 啪 起来 你说这多可气 这个 您说这种不文明现象 是不是可气 不是我是哪样吗 您不是哪样 啊 月波 讲文明 懂礼貌 对 照顾老年人 爱护儿童 我还跟您说我出门的时候特在意这个 尤其是出门在外的时候 月波也特别客气 月波您看出来身挺胖的 是是 胖人都有一个什么特点 什么特点 爱吃 对 好聊 热情 是 能睡觉 我还是叫多 哎呦 王月波啊 教主 什么叫的教主啊 睡觉教主 那也谈不到 反正啊 能睡 哎呦 有一次呢 呃 王月波去演出去啊 安排呢 睡软卧 对 照顾的很好啊 让王月波睡软卧 对 到哪呢 到河南郑州演出 对 这火车到哪呢 到四川 对 到成都啊 月波呢 拿着火车票 到了这个车上找这个列车员 嗯 月波特别客气 是 哇 爷爷 爷爷 我特别不能把列车员叫爷爷 要想好先当小啊 不像话 就叫同志 同志 我是相声演员王月波 哎 我呢 这个去河南郑州演出 对 你看我的票在这呢 您看我 我睡这铺 嗯 就就就这铺 对对对 那您给我换这牌 嗯 是这样 我这人呢 特别爱睡觉 哎 沾枕头就着 可不吗 嗯 这等到郑州的时候呢 啊 您可务必啊 提醒我下车 对 我呀 怕他给我拉去 对对对 回来给我拉四川进来 对对对 您呢 这个 千万提醒我一下 是 这个列车员特别人 哎呦 王老师啊 您放心 您踏踏实实休息 是 到站我叫您不郑州下车吗 对 对对对 我告诉您啊 即便下车之前 您没叫醒我都没事 我叫死 哎 您哪 您给我扔到那站台上 对 我都都没问题 找俩列车员给我抱去就没事 您放心 我谢您 对对对 月波呢 就躺床上了 哎 真不是夸张啊 嗯 这车都没动呢 王老师就睡着了 对 哎呦 这叫车 呼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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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啊 是是是 隔壁包厢的人都过来了 隔壁包厢的人把这屋的马达关了行不行啊 马达 没有那么大事儿 吵呼车 这个拽抽的似的 吵呼 好嘛 改拉风情了 哎呦 太响了 睡得香啊 嗯 一觉醒来 哎呀 行了 到郑州了 哎呀 抬眼一看 哪 全是山了 山 哎呦 王老师可急了 到郑州的演出 眼看就近四川了 啊 演出耽误了 这回不来 这说的是啊 赶紧就找那列车员 对 我得问问他 那车员这种收拾 都开始收拾行列了 果皮纸屑开始收拾了 啊 王老师过来了 你怎么回事啊 这就 这不让我犯态度 吸心脸废的喊 你怎么回事啊 哪有这样的啊 我上车跟您说没说啊 我一再强调 我郑州下车啊 对呀 现在都快到四川了 是啊 我怎么办 演出全耽误了 这耽误他身上了 列车员也蒙了 啊 拿着条纸拨去 简直就跟木头人一样 那不行 他的责任 全傻了 傻了不行 哎呦 这 这 打这开始 王伟波也不知道 哪来的这邪伙啊 就在 站在这车厢里边 昏得素的 脏得净的 这头骂呀 这不怨我他招的 一点不夸张啊 都快进市区了 王伟波还在那骂 啊 这人就劝他 王老是别生气了 这是有什么损失上 他帮我陪您消气 您消气 嗯 好不容易把王伟波 劝在包厢里边的 嗯 这些位呢 热情的这旅客呀 嗯 再说这列车员 就是 您说您也是 得批评批评 人家上车的时候 连我们都看见了 是啊 委托您郑州下车 把王老师叫醒了 说得多清楚啊 您也满英满许的 对啊 话说回来了 嗯 这王老师太厉害了 平时看一笑星啊 和爱可亲 怎么今天这么厉害呀 这头骂 太厉害了 没想到没想到 就这会儿工夫 这列车员才说话 嗯 哎呦 他厉害呀 嗯 我这有一人 比他还厉害呢 谁呀 啊 还有比他厉害的人 谁呀 有啊 哪位 就是我郑州 扔下去的那个 哦 扔破 但是拍点空气了 还是八五五 你穿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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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对 还是吃边炮的 是这样 我上车跟您说没错呀 我一再讲 哈哈哈哈 而且他真不动白 啊 好 来来来 好了吗 三二一 走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煤矿蒙公团的向上演员英宁 时间过得多快呀 又到春节了 英宁在这儿呢 给您拜个年 祝您今年大吉 吉祥如意 经常收看我们的平安三六五 让您每年都过得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我们下 VER 没有办法 你 这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